Sample,那因為這個Sample的話,我已經改過很多次 然後呢,剛開始上面沒有太多的註解 後來我把這註解加上去讓大家參考 所以將來呢,各位可以按照這個註解去瞭解裡面的內容 那比較會有問題的話,大概幾個地方我稍微提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剛剛早上有跟各位提到 比如說你要不一樣的資料庫 其實你只要修改這個地方 MyConnect Open,後面的話它是一個 比如說連結的資料,這個驅動程式或者是說你用OLEDDB 用那個一個一個物件的方式去存取 都可以,或者是什麼ODBC等等的 那DataSource的話呢,有可能是一個檔案 也有可能是一個網路的一個連結,諸如此類的 所以如果各位要了解這部分的話,有個網站 其實還蠻不錯的,這個網站裡面已經都幫各位做整理了 這個網址的話就是叫做 叫做什麼,TripleW 點 就是一個Connection Street 加S 這個Connection Street 實際上Connect,Connection 我想剛剛程式裡面有嘛,Connection 就是一個連線的一個物件對不對 那Connection Street的話就是自串 連線的自串,就是說我們Open後面那一串 就是所謂的Connection Street 然後因為有各種不一樣的資料庫 所以它後面加S 那裡面包含各式各樣的資料庫 有哪一些呢 這網址的話Connection Connection實際上就是指的是剛剛我們那個 程式裡面的那個有沒有,這邊有一個Connection 這樣就Connection 這就指的是Connection 這一串其實就是Connection Street 那Connection Street加S.com這個網址 進來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包含就像Seql Server 2012,2008,2005 然後Seql Server 2000 等等的Oracle 然後買Seql 這個我想都很常見的 A400 然後那個IBM的這個DB2 或者是說我們有用到 我們現在剛剛用到的是SS 那你可以看到SS的話在底下 甚至如果說你要把eSail當成的資料庫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比如說我們這地方有AISIS 2007 你可以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其實我基本上是參考這裡的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Standard的一個Security 就是一般性的 那實際上呢 我是 這就是 其實就是這一行 有沒有 就是叫做Provider Microsoft 點什麼呢 有沒有 那這個Data Source後面這一串呢 是一個路徑 那路徑的指定的方式 這裡是用一個絕對的路徑 什麼C冒號斜線 哪一個Felder 哪一個資料夾 再哪一個檔案 可是這種方式的話很容易怎麼樣呢 很容易寫死 寫死之後 你換一個路徑之後完蛋了 那我剛剛的這種寫法是什麼呢 我剛剛的寫法是指向什麼 指向Listworkbook 就是說呢 將來你只要把那個 你的資料庫放在哪裡呢 放在跟eSail一樣的位置就好了 這種方式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寫固定的也是OK的 另外呢 有常同學問到說 如果你的 你的什麼呢 你的那個資料庫是放在網路上面的話 這邊有個叫什麼 Network Location 就是說如果你是放在一個 比如說網方上面的 內部網路的一個路徑的話 你就指向一個什麼 一個你的電腦名稱 加上一個它Share的Name 它Share出來的名稱 還有它的Felder名稱裡面的某一個檔案 那其實你只要把這個名稱 稍微替換一下 就可以指向什麼呢 你們部門內部的一個路徑了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共用的目的了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參考 確實說 想要的 找到